会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优异 今天我们来聊聊iPFS发光影助理新基建 iPFS的诞生完美地解决了HTTP存在的问题 是分布式存储数据 让黑客失去了攻击目标 数据的安全性更高 iPFS采用分布式的多点传输 使得iPFS在传输速度上大幅度提高 并且节省约60%的网络带宽 iPFS采用哈希去众的方式 存储数据将会大大降低数据的存储成本 这些助力iPFS真正打败HTTP底层商业动力 以更安全 更快速 成本低 颠覆传统模式 犹如电子邮件代替传统信件一样 无可阻挡的科技发展进程 近期 我国最大的工程战略是东树西算 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8个枢纽节点 作为我国算力网络的股贯连接点 发展数据中心集群 开展数据中心与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之间的协同建设 并作为国家东树西算工程的战略指点 推动算力资源有序向西转移 促进解决东西部算力供需失衡的问题 那么Flycoin能够为当地搭建起数据中心 这叫新基建 支撑东树西算这项国家级大工程的发展 从区块链的基础角度来说 我们能够看到今年分布式存储成为新方向 了解更多资讯 请点击视频左上角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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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